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 做不到的 你想用七人之女 捐求和平共处之法 可是阳光国师以来 你又不能心生跑步 你想和平共处是真意 担心有了 也是真意 唯有本王可想 总是因为你 忘了本王也是天权的义国之军 七日之期 本王觉得 不用等到第七日 今非昔比 慕容国主 我们回不去了 至于天权与遥光 希望念在旧情 和平共处 婕容国主 再表示 一定要 不愿意 大帅 小帅 准备 小帅 王上要不要回去看看 不必了 走吧 王上 他走了 慕容国主已经离开了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好 走了 好 去起草一份文书 将开阳让与天权 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保住左翼的性命 朕 王上 天权 可是对开阳附属提出了意义 不必再说了 去起草就是 其他事改日在意 退朝 报道 下来 王上 开阳若是归属我天权 乃是姓氏一见 开阳归属于谁并不重要 只是这文书上说明了 就算这开阳归属于我天权 我也不能杀作义 这 遥光国主此举 应是与亲自出使我国一般 是在事好 开阳郡主这件事 是否能日后再做得罪 事好 还是获敌之术 获敌之术 王上是指 遥光又吞并中原之心 鲁大人可听说过六人传书 王上是指 先前中原大地上所传 得八瓶宝剑便可得天下之事 遥光正在收集这些宝剑 这传说之事 是否空穴不足 人知将死 起言也善 那更莫迟在临死之前 是否用此财业换回他一条性命 应该不会有家 六人残业上详细记载了传说的真相 若是没有这个残业 就算他开阳想逐入中原 左翼也没那么大胆子吧 更莫持此人 您一嫌九上 王上安能信他 本王自然没那么容易相信 传说之对呢 只可惜残业不缺 后面的已经看不到 莫非传闻是真的 真假暂且不论 只是本王与那慕容国主 相识之时 他已经在收集那些保险了 本王曾出言试探 他却装作不知 既如此 臣这便带人前去开阳 调查传说一事 也好 我修书一封云的遥光 谢过慕容国主的美意 不过 切记打扫尽舍 只是 左翼此人 君子报仇 使命不满 来日总有机会 王上 能为国之安危 抛开一己之私 臣拜佛 若是太副大人在天有名 定会深该醒来 太副在世的时候 总是希望本王能治理好天权 本王又让太副看看 本王不只能治理好天权 还能